平派老师,各位参赛同学,大家好,我是编号一号,今天我要朗读的篇幕是第二篇,风神,果然,朋友,你认识风,见过风吗? 他无心无体,无印无踪,看不见又摸不着,可是他的风骂,他的喜怒哀乐,通过有形的物体,无视不在体现他无形的存在,游溢的树枝是风对绿叶的微笑,飘落的半叶是风对衰老的叹息,剩下酷暑中,我们仰望风的高傲, 只能在善恋的旋转中,祈求风的恩赐,言谈龙东中,我们畏惧风的冷酷,只能用紧闭的门窗来挡住他的容领 没有飘逸的长发,我们不知风的美丽,没有招战的惊奇,我们打释风的庄严 风车扬出农民风收的喜悦,风铃唤醒童年美好的记忆,风韵透出女人休养的深浅,风洞扬出男人内涵的高低 漫天的阳沙是风对绿的烦恼,凋零的白帆是风对石的哀悼 沸腾的海啸,让我们听到风荡离丑的怒吼,拔地的大树让我们看见风鞭狮恶的阵路 风,嘲笑强风草的坚定,给冲浪者足起阳帆的勇气 陕与欲来风满龙,是气旧迎新的前奏 风声鹤立万世修,是更新万物的警示 大风起西云飞扬,风吹草梯见流扬 春风送南百花开,西风凌冽北风寒 夜来风雨深,花落之多少,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深 风驰电彻,风云突变,风起云有,风卷残云 风吹浪打,风吹草斗,风平浪尽 暖风,柔风,清风,山风,江风,海风,微风,大风,黄风,台风,飓风,龙卷风 这多彩的风机,变幻的风貌,就是风神无形的思想 五体的意志在人间有形的展现 谢谢大家,我的朗读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,我的朗读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